五月份来到尾声 踏入六月份也意味着六州选举的脚步越来越近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呼吁现任宾州政府 要争取时间努力做事 千万不要轻敌 同时他也再次批评国航生息的决定 认为抗通膨固然重要 但也必须兼顾经济发展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今天到槟城亚一旦出席免费维修摩托活动 除了为摩托添加黑油 似乎也更希望为槟城的选情加油打气 因为昨天他才在脸书贴文公开向自家人喊话 他说来临州选 现任宾州政府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轻敌 而是应该要更积极做事 以便打倒国盟 让外界看到慕尤丁宣称 国盟能获得80%支持率的说法 只是空口说白话 林冠英提醒来临州选不止攸关州政权 而是必须让选民透过选票来证明 中央这个获得国家元首认可的团结政府 也被人民接受 让一些企图倒政府的谣言不攻自破 他说在六周选举中 西蒙和国阵不仅希望维持现犹太市 更希望夺下更多议席 协助巩固中央政权 而在今天的活动上 林冠英也针对国航近期的升息动作 为民发声 他说明白国航升息抗通膨的目的 但他强调我国通膨涨幅已有所放缓 在这种情况下国航却持续升息 不仅贷款的老百姓或商家负担加重 更恐怕会影响经济成长 我们还是认为说 在这个时候提高利息不是很恰当的 所以我们要再看这些数据了 可是已经证明了 你根本没有动到利息的时候 通膨涨幅已经慢慢的减少 渐渐的减少 现在突然间它再减少 你在一起的话 负面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到经济成长力 虽然首相安华早前已替国航缓夹 认为加息有助控制通膨 让国人更谨慎消费 不过林冠英强调 两大国际机构访问的 44名经济专家中 高达8成都认为 我国不应该继续升息 因此和国航唱反调的 绝对不止他一人 不管怎样 由于有分析认为 美国经济下半年可能遭遇不景气 甚至出现萧条现象 因此林冠英认为 我国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国航应该纳入各种考量 才能在抗通膨和经济发展之间 取得平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